这部剧让神探夏洛克险些跌下神坛 也让众多网友狠批他毫无上进行 因为他积极评分都在9.3分 一个拳击手伸中三枪 当街毙命 此后脑壳还被钉入了钢钉 而之后诡异的命案又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死者一次比一次凄惨 网友直呼原来这背后的真相 就是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惨暴复仇 故事开始与牛津发生的一起枪击案 从从赶到现场的摩斯很快就发现了关键线索 那就是车内留下的带有口红印记的女士香烟 看来最后一次坐车的人必定是一位女士 但由于这条小巷 昨晚有人开过音乐派对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听到过枪声 不过还是有目击者声称 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色羽衣 头戴杀金的女人 徘徊在这辆车子附近 那这个白衣女子会不会就是烟闭的创造者 杀人的真凶呢 如果是她和拳击手又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但种种疑问 摩斯去往了使者乔伊 最后居住过的旅馆一看究竟 但在这里 摩斯却没有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 除了那些名言手册 但拳馆的老板却声称 乔伊不仅没有女朋友 他甚至对女人根本就不感兴趣 至于那个白衣女郎呢 很可能是他的一个乘客 因为拳馆现在是淡季 所以在没有全赛的期间 他会安排拳手们去当出租车司机维持生计 然而就在这起命案 还没有任何斩破时 另一起命案就接踵而来了 隔天 朗斯戴尔学院的一名律师老师 在恶战后蝉死于宿舍之中 他面部被插入了一把牛排钢刀 凡一德布林发现 他甚至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看来凶手极为残忍 一刀毙命 但蹊跷的是 这名律师老师的嘴巴上 同样留有红色唇印 以及女士香烟的烟闭 和第一起命案的现场完全吻合 而摩斯在一位学生口中得知 昨晚他似乎是看到了历史老师 曾与一位身穿白色羽衣 头戴沙间的女人 一起走进了宿舍大楼 而且这个女人呢 还很可能就是 她在绘画班上 所见到的一位人体模特 摩斯看着红发女郎 再加上深红色唇印 想必这位模特就是白衣女郎 但却不知道女人的姓名 以及弟子 然而就在摩斯和星期师探长 前期询问学校的其他老师 是否知道死者在生前有啥仇人死 却惊讶地发现 这些人压根就不关心他的死活 而是在激烈讨论着 昨晚曾有人试图闯入学校 偷走一件即将拍卖的珍宝 也就是眼前的这枚金蛋哈 而这枚金蛋之所以会在学校拍卖呢 这和死去的历史老师息息相关 持有金蛋的艺术品商人 西蒙雷克 不仅是历史老师拍卖会的合伙人 他俩还是非常要好的战友 了解摩斯探长前传的熊仔们都知道 只要是出现在聚集中的案子 那就必定有关联 虽然摩斯现在还不知道 两起命案和白衣女子有啥联系 更不知道历史老师的死 会不会和金蛋有关 但不可否认 大多数命案多多少少都会站上点 什么钱啊情啊之类的 本案也不能排除是有人 为了争夺金蛋而起了杀心 于是摩斯便打算两起案子一同进展 他来到的第一站 就是找到艺术品商人西蒙雷克 学问有谁可能杀害了丽丝老师 得到的回复确实不知道 还说金蛋其实并不属于他 而是一位已故的友人留下的遗产 他只是遗产代理人 原主人是谁呢 他这也态度强硬的表示 固有很在意隐私 所以无可奉告 作者便以保护金蛋为由 重重离开了 而找到闭门庚的摩斯 也只好先把重点放在白衣女郎身上 毕竟自己也没有发现 这货有啥杀人动机 那就暂且保留吧 随后摩斯又找到了此前 学生口中所说的那个会发班的老师 询问人体模特 也就是那个白衣女郎 得知他们是合作关系 每次有需要 就会通过电话转接平台留言 而上一次两人见面 正好就是第一起命案发生的那天 他记得下班时 女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并且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那就是两人是在一家酒吧相识的 而这个酒吧呢 正好就是第二起命案现场 摩斯在杯子底下面发现的一张 写有舞女戴莉拉名字的酒吧 后来到酒吧 摩斯却发现 戴莉拉只是个义名 很多舞女都叫这个名字 不过还好 给这家酒吧介绍舞女的人 星期师探长认识 她就是牛津有名的皮条客 佐哥 而且在佐哥的名单上 摩斯也终于找到了 那个神秘白衣女郎 但她却一口否认了 与命案有关 自己只是乘坐出租车 受邀去了音乐派对 而巧的是邀请她的人 正好就是第二个死者 她承认自己与历史老师有过恶战 但隔天一早 她走的时候 那个男人还好好的睡得很香 所以这事跟她没关 不过很快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而且还是有目击者声称 看到过白衣女郎 从死者家中离开 而这一次死的人呢 正是艺术品商人 西蒙雷克 原来今天是金蛋的拍卖日 但西蒙雷克却迟迟没有到场 原因一目了然 她被残忍的杀害了 更惊悚的是 凶手的作案手法令人作呕 她先是被割了喉 然后头手分夹 身体在床上 头则被盖在了餐盘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 餐盘上面刻着的SC字样 同第二起命案 牛排刀上面的SC 同属一款 而且死者嘴上也有红唇印记 保险柜中的金蛋 则消失不见了 靠假 白衣女郎凭一己之力 竟然把三起命案串联了起来 而她也不得不说出实情 原来第三起命案的受害者也找了她去家中服务 但她却表示自己进去的时候 她已经分家了 不过虽然警方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 就是她导演了这三场命案 但也绝对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必须前天24小时跟踪她的行程 而摩斯则继续寻找线索 他们来到电话局 调取了第三名使者西蒙雷克 的确在今天下午1点54分时 留言给了伊夫索恩小姐 也就是白衣女郎的真实性命 内容无非就是 我们在哪里哪里见个面傻的 但发出此消息的账户地址 今晚却拿不到 因为经理早就下班回家了 不过接线员阿斯特小姐 却依稀记得 是个临时宫中介发来的 不过也没啥软用 因为今晚依然拿不到地址 然而就在摩斯独自一人回到警局 整理着第一起命案受害者的遗物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张 写有传湖煮酒店的发票 而单词的首字母呢 正是SC 还记得牛排刀和餐具盖子吗 也是SC 但此时的摩斯还发现了另一条线索 那就是第三起命案现场的玫瑰花 一般玫瑰花都是一打一打卖的 但他家中却只有11只 那也就是说第12只玫瑰 很可能就是遗留在朗斯戴尔学院的那支 而这一推测很快就被证实了 摩斯不仅在西蒙雷克经常驾驶的滑翔机上 发现了一顶蒙面帽子 还回想起伊弗索恩曾说过 西蒙雷克与画家认识 而且他们似乎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果然德摩斯再次找到画家 并大胆假设在第三起命案现场时 曾有人听到过枪声 德摩斯却认为所谓的枪声 其实就是画家摩托车的回火神 听到这儿画家的妻子憋不住了 他把丈夫误入歧途 便说出了真相 原来画家也是西蒙雷克和历史老师的战友 而且偷到案呢 就是他们三个人制造字眼的闹剧 金蛋是他们在服兵役期间 用难民从西德手中得到的 那怎么卖个好价钱呢 当然就是证明金蛋的价值 所以画家画画冒充手稿 历史老师则证明他的出处千真万确 那怎么能让价格更上一层楼呢 当然就是社局让所有人都相信 国际大盗都会偷的东西 铁定是珍宝 但三人根本就没想卖到金蛋 而是通过保险诈骗从中获利 而在第三起命案发生后 同样去了十二家中 为的就是取走金蛋 伪造成魅影偷走的 但没想到艺术商人却已经死了 金蛋也消失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凶手杀人是为了金蛋 那拳击手为何又会被杀呢 而在这时 警方也终于找到了下一个潜在受害人 那就是第三起命案 公寓的真正主人 其实是学院的另一个 叫好莱特的老师 他舅舅寄上给他的 而根据这一线索 摩斯也揭开了一群伪君子的真正面目 原来几名死者家中 都有一套定制西服 而西服则是他们在派对上 所穿着的服装 美名其约爆汉俱乐部 虽然好莱特并没有说出派对的地点 但摩斯却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船湖族酒店 果然来到这里一提到死者们 酒店经理就像见鬼一样的吐槽道 这帮货简直太恶心了 他们用过的房间不忍直视 甚至屋内还不断发出让人作呕的声音 就是变态游戏之类的 而此前的那些带有SC字样的物品 就是处置酒店 经理也说酒店的确会因为繁忙 雇一些临时工 这些人不乏有手脚不老实的 然而就在酒店还没有整理出临时工的名单时 又一个重磅消息传来了 此前给电话局留言的账户地址 就是拳击馆 摩斯也恍然大悟 原来这货不仅是拳馆老板 还是个高端皮条商人 此前在拳击手那里发现的名员手册 就是他整理出来的 而这条黑色产业链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更是所有人都是单线交流 啥意思 就是名员老板客户 他们都互相没有联系方式 而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转接 客户选好了服务人员 就会打给电话局 提供时间地点 而名员们呢 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查留言 从而进行交易 而为了不流失客户 他们也会留下拳击馆的联系方式 接着老板就会派拳击手去接名员 直接送货上门 可现在警方虽然知道了 所有死者都和名员恶战有关 但却想不通凶手究竟是谁 杀人动机又是啥呢 然而就在摩斯去接替雪莉 继续监视白衣女郎的一举一动时 却被他叫进了屋里 还稍手弄姿地调戏起了摩斯 但摩斯却在他艳丽的外表下 感受到了一丝无奈 他厌恶男人 但生活所迫 又逼着他必须围着男人们转 不过他却没有接受摩斯的怜悯 声称没啥惋惜的 但他却诉说起了他的一个朋友 修道院长大的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但因为当时的社会 对女性就业很不友好 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吧 导致了那个姑娘 和他一起走向了名媛之路 但有一天呢 他俩遇到了一群恶心的人 画面惨不忍睹 具体啥样呢 就是不能描述的那种 你懂吧 说的他看向钟表 摩斯也注意到了 他似乎在等什么 而就在女人走进卧室 摩斯还沉浸在 那段痛苦经历的故事当中时 却被一本书吸引了注意 说的内容都是一些 关于女性力量 自由 复仇男人之类的言论 而其中的几张插画 更是惊呆了摩斯 那不就是三起命案的场景吗 铁钉入耳 钢刀插头 头身分离 好家伙 摩斯这才意识到 三起命案的杀人动机 根本就和金蛋毫无关联 而是单纯的复仇 凶手应该就是女人口中 所说的那个朋友 然而的摩斯想去当面质问时 却发现女人已经偷偷溜走了 摩斯认为 女人和他口中的朋友 就是参加了爆汉俱乐部当晚 在传湖组酒吧举办的派对 而重重赶到的星期四探长 则是因为他收到了酒店 整理出来的临时工名单 上面赫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电话局接线员阿斯特 摩斯也终于履行了 三起命案的来龙去脉 拳击手就是当晚送他俩去酒店的司机 接线员杀他是因为 他明知道酒店里等待他俩的 是一场无休止的羞辱欺凌 但还是送了过去 原来当晚接线员被羞辱后 白鱼女郎挺身而出 用刀子吓退了那些伪君子 而拳馆老板为了封口 避免黑色产业链曝光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工作 接线员 但直到有一天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暴汉俱乐部的其中一名成员 历史老师格雷 他预约了好友白鱼女郎 于是他便产生了复仇的念头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不断听取留言 甚至是以临时工的身份 重新回到噩梦开始的地方 寻找这些人的下落 直到他收集到了所有人的信息 以及他们的预约频率后 便偷取了噩梦开始地的物品 将他们一一杀掉 第一个是拳击手乔伊 他是噩梦的起源 随后就是历史老师格雷 再之后就是艺术品商人 西蒙雷克 而现在最后一个成员 就是另一个老师 好莱特了 果然等摩斯和星期三 推门而入 好莱特已经死了 而白鱼女郎正抱着 接线员的尸体 原来白鱼女郎看钟表 就是怕错过服务时间 但他还是迟到了 而复仇成功的接线员 阿斯特呢 则因为无法忘掉 那些折磨他的人 选择了自杀 彻底摆脱了噩梦 就是这段有鬼君子们的变态游戏 所导致的复仇惨案被摩斯破获了 金蛋呢也找到了 正是在白鱼女郎家中 放着的那蓝 复活节彩蛋里面 接线员记得是谁救了他 鼓励他走出困境 所以为了报答 他就将金蛋放在了礼物中 并附上了一段祝福语 为自己买一个新生活 为我们而活下去 哦对了 其实本案并没有多么复杂 很多线索就摆在眼前 但不得不说新来的警员范希 却没有给我们还有摩斯留下太好的印象 那是因为他经常玩夫只手 并没有及时整理第一起命案受害者的遗物 而漏掉了传湖主酒店的重要线索 如果你喜欢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等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传的下一集 谢谢大家